好,同学,你们看这个 我有 highlight 起来这个 这是第四的 因为我讲的我们的习题 我准备给你们是三四五 所以这个是第四的 那事后的话 我今天才会把这个习题的答案放进去 那有的同学可以看那个video 有时候可以看这个 但是我会放在Global Classroom里面 我会放在Global Classroom里面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是我们有上过的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rock 在磁场里面运动 OK,我们来看 这rock的长度是20cm 所以这个rock的话 它这边讲给你的话 是没有电阻 有的题目是有电阻的 这个是没有电阻 意思是说这个没有电阻 注意啊,你要懂它的题目 就是metarock 然后的话呢,它怎么样运动呢 Constant Velocity 所以同学,它是等数一个 或者是我们的Uniform Velocity 那么呢,它是运动 Horizontal and Parameter Conductor 那这个话呢,也是没有电阻 这两个什么Horizontal, Parallel, Metal Conductor 什么呢,是这个 这个跟这个 这种图形哦 因为它给你图形 你要懂它意思什么 所以同学,这两个是水平方式 这两个是平行 这两个的 它的轨道是没有电阻的 这边它讲的 The end of the conductor 的话, are connected to a resistor 这两个 这边我们就一个 resistor 这个是 resistor 电阻器 它是0.30 Ohm 那么呢,这里的话 有一个均匀的磁场 磁场是B是0.50 Apply perpendicular to the region 所以它就给你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它供应给你的话呢 是它的磁场 跟它是垂直的 那这个垂直是怎么样呢 它没有告诉你 但是它有画给你哦 同学,这个是点 请问是点的话 你的磁场是进入纸张 还是出来,同学 出来 很好,出来 我讲了哦 所以你们要会看题目的 同学,它是出来的 它是出来纸张 好,同学,这个话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 这个白色的地方 全部是我们的桌面 它出来的 出来就是 它的方向指向你的脸 OK 然后的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 有induced current产生 induced current i是2.0 然后呢 direction action 它已经给你了这个 好,你看同学 它给是这个方向 那么你的induced current 怎么样判断呢 我写在这里 这个是笔记来的 那么我们的话呢 induced current 我们用flaming right hand rule 来同学 现在用你的右手 用你的右手来比比看 对不对 好,第一个 你的first finger 指向哪里 快点回答 快点 first finger指向哪里 有没有同学可以回答老师 脸 啊,指向我们的脸 因为我要让脸 什么叫out 我没有这样讲话 你们不会了 然后呢 thumb thumb指向哪里 我看你比对我就懂 对不对了 thumb指向哪里 右边 对,右边 那是不是你可以拿到 你的那个 second finger 指向 向下这里 对吗 是不是 你就拿到了 你看 是这样来的 大家 每个同学 你都要用 flaming right hand rule 三个手指要垂直 first finger 是field的direction second finger 是induced current的direction thumb direction of the force or direction of the motion 就是V的方向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方向了 所以我这边已经 guide你们哦 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 所以很清楚了 好,所以的mic没有关了 关一下哦 好,这里的话呢 第一个find the velocity v 要你算velocity v 所以同学 不用再推导公式了 不需要再推导公式啊 同学 所以我们直接用 islam等于是blv 你在用这个的时候 你要注意 你的b跟你的v 是垂直的 你看b 出来只张 v是向这里走 所以他们是垂直的 直接用公式 不要推导 所以我讲的推导很辛苦 但是过后你懂了 就会推用了 好,islam等于是blv 这个islam是什么呢 就是induce emf 那induce emf呢 相当于什么 我们的电压 所以我们电压 等于什么呢 i乘上r 这里i就是它的电流 r的话就是经过它的 好,同学你看 这边是一个closed loop 这边不要讨论 这是broken的嘛 所以我们看这边 这边是一个closed loop 所以同学变成是 你的电流是这样走的 ok 好,听好了 我要问问题哦 ok 那如果这里是x 这里是y 请问哪一个地方是hide potential y 有同学会回答是y 是因为你的电流是这样走 这样 所以经过它是voltage drop 同学 这边是hide potential 这边是low potential 这里的话呢 是牵涉到这里 所以答案是y 等一下你看到哦 一个同考题 这个是真正同考的题目来的 所以呢 这个是hide potential 你们自己记录一下 你不要说这样走啊 糟糕了 这里是low potential 不是你要看这里这样经过 你把它想象成什么 这个呢 就是一个generator 干电池这样 ok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 所以话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hide的话呢 是应该是 这里是长 这里是短 你看 所以话 当你这样画的时候 没有流电流是这样走啊 当然是电流是这样子走的 所以话 你同学 你就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 跟这个compare 你就会回答了 我电流这样走的时候 这里是hide potential 所以因为我电流是这样走的 你看 就顺着对的 看到吗 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就会去想了 所以话呢 这个 是我给你们看 Induced MF的公式 怎么来的 然后呢 这个 我substitute进去 Islom是等于I乘上R 所以你才可以有这个公式 你不要直接跳到这里 你又不明白 这个什么 什么公式来的 你要明白 你找到的这个 是Induced MF 就相当于我们的Voltage 所以这个Voltage 是供应给我们的 Electric Device 我们的Resistor 所以话呢 这里V呢 就是等于I乘上R 你就会懂了 所以我不会跳到这里 我要一步一步来 你们也是学习 一步一步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才substitute进去 substitute进去以后 你看 I又给你了 R又给你了 B又给你了 L又给你 位置是一个不了 所以这个就是物理同学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多点学习 就是因为你要写出公式 公式不会给你 你要去想 你应该用哪些公式的 所以你看这样 那你说这两分 所以的话呢 同学 我们的这个情况的话呢 是在这里 来凯兵有什么问题 凯兵 有同学要问问题啊 凯兵有什么问题 没有 凯兵有什么问题 这个的一个情况下 第二个的话呢 What is the external force required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movement of the metal rock at constant velocity 同学 constant velocity That means your rock moving的话 是主于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就是 moving的情况 是at constant velocity 所以的话 你要move的话 你需要toup的力 所以我这篇图画给你 你的toup的力是这个方向 怎么知道呢 因为你要求你的rock 向右边移动 所以当然是 你要施力像这里啊 就好像有一个箱子在这里 你要推向右边 当然是你要用右边的力 好 这个的话 我们写MEC的话呢 就是apply force to move the metal rock 我这边写给你看了 OK 好 那么呢 它要你去算 external force required to maintain 那你要maintain的话 当然是 你必须要有这个力 要等你这个力 那这个力是什么 magnetic force来的 那你的magnetic force怎么算呢 你们现在用的话呢 是left hand rule 用Fleming left hand rule 你就可以算出来 你的magnetic force的direction 好 现在你们用左手 快用左手 电流已经有了 市场已经有了 用左手快点 我要问 好 用左手哦 first finger指向哪里 指向电脑 是指向你的脸 first finger 回答 指向我们的脸 对吗 second finger指向哪里 下面 对 下面 是不是你拿到的力 是 thumb是向 左边 这个力来的 你看 你要自己比 如果说你说 老师我就背 背的话呢 是可以 问题是你不明白吗 真的是你比的话 你真的是拿到 你的magnetic force 这个方向 那你用什么 用这个啦 我这边写啦 所以我这边写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这整个东西 所以的话 你用的是 Fleming left hand rule 的一个情况 所以同学 那么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产生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同学 先是发电机 后是moto 这是moto的原理 Fleming left hand rule 是moto Fleming right hand rule 是发电机 this one is generator this one is a motor 那你的generator是什么呢 你 形成的电流是 direct current this one is a direct current 那么这个的话呢 变成是你形成moto的话呢 是我们的DC motor direct current motor 所以话呢 你的公司是这个 但是他要问你力吗 那我怎么知道 我的 用的力呢 要顶多少呢 当然是这个力 跟这个力 等你 一定要相等 因为你是 等速运动 所以话 你必须要相等 那么 是从这边算的 因为 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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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从这边 你当然不知道 你用多少力 但是你从公司里面 你看 因为这个力 跟这个力相等 所以话 你才知道 原来我要出的力 只有0.2N就可以了 就回答了 我们的这个题目 所以话呢 你必须要用的力 是0.2N就可以了 你出了力 0.2N 它形成的 magnetic force 或安培力 也是0.2N 那么这个rock 就可以等速移动了 有问题吗 有问题啊 OK 好 你们再看下面 部分 同学老师都会看 有的同学是很迟进来的 你看现在这 88个人 差不多有 8个人左右 都还没进来 好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已经上完 你再看这个题目 Coin of diameter 你看Coin的 diameter 是20cm 它有100tm resistance是40ohm The plan of the coil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uniform magnetic field 然后呢 magnetic field怎么样呢 magnetic field varies with time 哇 它的磁场的变化 是一个变速 那么这里 它给你 假设的话 这个Coin的话 它的heat loss 是3.6瓦特 这个瓦特 是power来的 Calculate the rate of the chain of magnetic flux density 所以我要你算是 rate of chain of magnetic flux density 所以代表是 我要你算是 b对 d的微分 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要你算是这个 这个就是 magnetic flux density 它的rate rate的话是牵涉到 除以时间 好 这里话呢 是我写1,2,3 意思是说 你要先算这个 再写这个 再写这个 那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它给你这个 你的Coin的power loss的话 是3.6瓦特 3.6瓦特 所以同学 这个是已值的 i平方 i你不懂 但是呢 这个Coin它的resistance 你懂的 40ohm 所以你看 从这里 你马上找出来 你的电流 0.3A 那这个0.3A 当然是你算到的 induced current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的induced current 过后呢 我们去这里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我们再写出来 我们的induced mf 是d5 dt OK 那这里的话 我就不放负值了 因为我要它的值就好了 那这个是我们的5 是n乘上b乘上a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na 抽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定值 所以的话呢 你的这个induced mf 产生呢 就是因为 b有变化 所以持同量 有变化 持同量 有变化 那么就会有 我们的持同量 的变化力 也就是有induced mf 所以是整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 induced mf的公司 你要看的是什么 manity flood chain rate of magnetic flood chain but the variables is b 嘛 所以n跟a 是一个定值 没有变了吗 你就抽出来 这个就有了 过后你再用 islam等于ir 我刚才不是 跟你们讲吗 我一步一步来 我不要直接写的 要不然你们看不到 所以同学 这个islam等什么呢 就是ir 现在我就把这个 带这个 那i已经有了 你带 这些全部都已经有了 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好 这里的话 它给你diameter of the coin coil的diameter diameter啊 同学 不是半径来的 所以的话 你的a的话呢 你用公式是pi r平方 很简面积嘛 pi r平方 然后你的这个diameter 是20cm 所以你的半径是10cm 那10cm你多少 0.1m嘛 所以pi r平方 这n 这个是a 那这个是你要找的 这样写整个 你不要拆开来 等于i乘上r i刚才你算到了 r已经有了 好 你马上算出来 b对d的 他们的rate of chain or magnetic flux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b 这个是d b的话是我们的 magnetic flux density 我们的磁场的一个强度 d是时间 所以这个是tesla 这个是second 所以我的单位是 tesla second 就是这样来的 有没有问题 我讲了问哦 为什么这个不用带负 我们在算值罢了 就好了 i just want to calculate the magnitude ok magnitude 如果是算rate of change 大多数都是不用带负的 这个地方 我们的那个 上面的那个作业 有一个作业 有没有 我们画 Islam对D 有没有 那个话 你要带负 因为你的Islam 真的是有正有负 那这里的话 我们算它的值罢了 那个笔记 你们去看 那个笔记那边 我有写到 如果我们算它的值 我们算它的值 因为这种是 calculation 它的值罢了 我们没有画 Islam对D的关系图 这个你画 如果是你画 电压 就是我们的EMF Induced MF 对D的关系图 哇 那个一定要放 负 或正 你的这个公司里面呢 一定要有一个负 因为它是代表 不同的方向 这样可以吗 我今天很少人进来耶 89个了 等了那么久 还是一样 好 我们这个题目就算完了 你们去看一下 老师选的题目 都是有意思的 因为可以让你们懂很多 你们再看第二题 第二题 好 同学 看第二题 好 同学 我不知道下个礼拜 会不会跟你们在一起 上课了 两个班在一起 因为下个礼拜开始 教务出排课 我们还不知道 昨天已经开会了 是教务出排课的 所以话呢 是可能会拆掉 我不知道 所以话呢 是我还会再选 因为我们的范围 落后了两张 不是一张啊 同学 我落后两张 因为我律学 我上得很慢 我上完这个 还有转动 转动后 我会用到下个礼拜 两节课 上转动上 Plasformer 就上完了以后 我马上进入力学了 OK 好 我们看这个 这个话呢 也是题目 考试的题目来的 你们可以看到 它给你 Above the equator of the earth 它就给你 我们的那个赤道 地球的赤道 The magnetic field runs horizontally in the south north 的一个 direction 所以话呢 是这个 Figure 4 或A Space 给你 我们的一个太空船 Suttle Flying from west to east 我怕你们东南西北 不懂 我就这边 给你 South North East West 为什么我会知道 这样呢 因为它给我这个方向 它就讲 From west to east 我当然这里是west 这里是east 所以它是这样 这里移动 那这里移动的话 当它在移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你的这个 Suttle 上面它放一个 Satellite 然后有一个 Cable 它有意思的 你会做什么 它在移动这样的时候 Cable 经过这个磁场 我们的那个地磁场 它全部有切割 有切割 会有什么 它Share up 有一个不同的面积 所以它就会有 Inuse MF 所以这里 它就给点 A Small Satellite is attached to the shutter by a very long thin Couple Cable 所以它这里 是什么用 To Generate EMF Generate是什么意思 形成电 同学 我讲了吗 这个地方 我们讨论到 Electromatic Induction 是什么 It's a Generator To Generate the Electricity 所以我们形成是EMF 这里 OK 所以它就给你的话 是要让你的 Shutter 有一个Electric Energy 所以我们是用 机械能 变成电能 所以这种的装置 是形成电 就是我们的 发电机的原理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给你 你看 From the Equation of Pardas Law of Electromant Induction 它给你这个公式 Derive 推导 The Equation Show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F Generate 跟什么有关系 跟Islam有关系 跟长度有关系 跟B有关系 跟V有关系 同学 我用这个 因为他用这个符号 我就用这个 OK 这个对你们来讲 不是墨生 这三角形 我们念成Delta Delta的意思是什么 变化量 同学 Small Chain 这个Fi 就是我们的 Magnetic Flux 我们的 Magnetic Flux 就是我们的 磁通量 那么磁通量的 变化率 当然就是我们的 Induced MF 那么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 磁通量的话 是我用B Delta A 那是因为 你在移动的时候 磁场没有变 磁场保持 什么东西 变面积 因为这个是Cable 它移动 这个Shuttle移动 向右移动 它从这里 它跑到这里 那不是你的 面积就是这块了 它是面积来的 所以我就写 Delta A 出T 那么我的 Delta A 等于什么呢 好 那这个X的话 是Delta X的话 The Dinsen Travel By the Space Shuttle 的 那L的话 是它的长度 我就这样写 我的面积怎么算 L乘上Delta X 同学 我必须要用它 给的符号 因为它用了 长度L这个方法 必须要用它的 所以L乘上Delta X 出T 那么这整个过程里面 的话 你可以看到 你的L是没有变 长度的保持 所以它是一个定值 那么你可以写成什么呢 如果你要多一个步骤 这变成是B 乘上L 乘上什么 下面的 就是Delta X除 什么 我们的 D Delta D 那这个话呢 是变成是我们的 Dinsen Travel 除以Time 是什么 我们的Speed 这边用Speed 我就配合它Speed 所以话这个 等于Speed 公司就出来了 有那个符号 没有关系 最后话呢 你还是一样 可以写成 It's Long 等于是VLV 这是我们算出来的公司 明白吧 同学 这是推导公司 你看推导的话 都是很简单的 你必须要懂它原理 所以我说 你一定要懂它的原理的 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OK啊 我们在看这里 你看它说的 Cable的长度 注意啊 Kilometer Kilometer Speed or Shuttle 它给你的话呢 And the Satellite 为什么And the Satellite 同学为什么要写Speed or Shuttle And the Satellite 同学知道吗 我问你 这个走 这个有没有走啊 Satellite有没有走啊 回答 Hello 谁可以回答 有 有 他们是一起的 同学 他们是一起吗 联合体 当然是一起的 然后注意这里什么 kilometer per second 所以你们要很注意单位 那同考 整天都是考这些东西 所以同学你们要注意 这是kilometer 这里是kilometer per second来的 The Horizontal Component 那个我们的这个 Earth的话 是6.0 乘10的 F5 Tesla 还要你算 Magnitude 他要你determine the magnitude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ol of the induced MF Induced MF的大小 我要你算 第二个 哪一个地方是positive 哪一个地方是negative 他要你讨论 好 我们先算公司 这是我们的公司 这些带 B L B 全部给你啦 注意啊 像我刚才讲的 B 他应给的 这个是国际单位 不用担心 所以L 是kilometer 20乘10三次方 我要你们学习这样写 你不要说写到 自己加进去 然后几个零都搞不清楚 你保持这个 这个是你的prefix 带进去 就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话也是一样 7.0kilometer per second 那7.0乘10三次方 你变了meter meter per second 那不是回到国际单位了 用容易的方法去理解 那乘上你的V 那你的那个 这个话呢 是我们的V来的 sorry啊 所以你这样算 就算出来了 这个是我们的V来的 这个是我们的V 我们的那个speed 你就可以算 同学有没有看到 哇 这个shuttle这样一走 哇 可以generate the energy 的voltage 你看 8400V 看啊 所以话呢 接下去的话 你怎么知道 哪一个是 positive 哪一个是negative 那么你用 flaming right hand rule OK 配合这个 用这个 来看 现在看 同学 用左手是右手 快点 左手是右手 我们用右手 来 试试看啊 好 现在first finger 指向哪里 指向你的脸 还是指向电脑 电脑 指向电脑 second finger呢 指向哪里 先是 dumb 指向哪里 右边 右边 dumb 指向右边 是不是 second finger 你拿到的是 这样 对吗 是不是这样 OK 所以我们就拿到这样子 这个情况 sorry啊 等一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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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啊 这个 哦 对 因为我 sorry啊 同学 是因为我的手呢 一个手去按 mouse 所以 一个手的话呢 就free了 所以一定是用右手 去按 mouse sorry啊 同学 OK 我们来比 我刚才是用到左手 sorry OK first finger是指向电脑 对不对 thumb指向是 我们的右边 对吗 是不是 然后second finger指向上 对 真的是 因为我的手 你可以看到 老师要写字 全部是用右手写字的 然后右手没有放开 奇怪 这样 给你拿到这个 那这个是你的 induce current direction 那么刚才我们前面的话 已经交过了很多 你们看 如果电流是这样的走 应该是哪一个 X跟Y 谁是hide potential 大家我们回答 X跟Y 谁是hide potential Y 是Y 好 这个话呢 是我的电流是这样的走 那hide potential在哪里 在satellite这里 还是在shuttle space flaster 在这里 哪一个 satellite 在哪里 satellite satellite 所以话呢 这边是possible 你看他考试这样子 所以同学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是satellite的地方 所以你电流是这样子 这边是高压 因为它是这样子的 OK 它是这样 OK啊 所以话呢 这个是possible 就是negative pole 像你考试 你说老师 我怎么回答 画图啦 所以你没有画图不行 这图形你画 同学 这是答案来的 所以话呢 你要怎么样去判断 这边我稍打两个字 这里是你们用flemming right hand rule 所以你就可以导到了 然后你就只能知道 谁是hide potential 谁是row potential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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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这个 我的感应电流这样流 我问你这样流下去 x跟y 谁是hide potential y 那现在的话 我的电流的话 是这样子流 从这里 就到这里 谁是hide potential 看到吗 所以你要做多题目 你们才会知道 是什么意思 我在讨论的 所以话呢 你的这个地方 possible pole 是因为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satellite 所以这个地方 是hide potential this one is low potential that means this one is positive pole 所以刚才我讲的 你看 我说我要你配合 配合什么呢 同学 这个这样形成就像 这个是negative 这个是positive 你看我 我把这个 跟这个放在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 这里 如果我问你是 positive还是negative 这里是positive 同学 你看 因为它是一个generator 所以变成是我的 这个satellite这边 它是一个generator 它generate我们的一个情况 你能够这样子的话 代表这个是正 这里是负 是这样吗 干电池 所以你电流才会 这样子流 OK吗 同学 OK啊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为什么会上慢 是因为我上了很多题目 我是希望我过了这一章以后 我不会再复习了 同学 你不要我上了两个月后 才来问我问题 所以因为我们要上的东西太多 我上过后以后 其他就我放给你们 你们自己要自习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同学 每个同学不管是哪一班 都要自立 都要学习 因为你们没有学习的话 你错过了 我会去上新的东西了 我不会再上旧的东西 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 没有上完 所以我上完以后 等于是我做完了 总复习了 你们要到达 我教导的进度 你们不要落后 你落后的话 你就很惨了 因为我上到算已经很慢了 你看同学 我的这个章节 我的video已经到了89了 等于是我上了多少节 是89节 我们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 我已经有上过了 同学 我们来看我把它看完 因为这个是同考的题目来的 那也是这一章节的题目 你看 Positive Charged Particle Match这么多 那你的Charged的话 是有这么多 Move Through a Velocity Selector 我有讲过 这个Velocity Selector 你们去看我的笔记 我笔记那边有上到的 OK同学 你们去看 前面我上过的 就是我的笔记的 Elecronism 第一 注意啊 这个是第二的 所以的话 第一那边已经上到 Velocity Selector 那什么是Velocity Selector呢 Velocity Selector的地方 是很特别的 有什么 有磁场跟电场 那为什么有一个Velocity Selector呢 是因为它希望 这个Charged Particle 进去这个区域的时候 你的Charged Particle 按Deflect 它不会偏 那等于是我指定它这个方向 它就这个方向 它不会偏 然后进去这个话呢 我就可以肯定 它是进入 这个另外一个的磁场 是 它是垂直进去的 我可以肯定 我要让它 它变这样 这个是Velocity Selector 那么呢 你可以看到 它给你呢 我们的这个电场的话 就是电场 Electric Field OK 我们的Electric Field 我变成是没有分开了 你们自己看啊 总之是我这边打错了 Electric Field 要分开那个字 Electric Field 那Magnative Field也有 所以这个跟这个 是在这个区域 Velocity Selector这个地方 OK 那The Weight of the Particle Can be Ignored 所以这个Particle的Weight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记 不用记 The Weight Particle 好 这边呢 我分开一个个来看 好 同学 那这个是Electric Force 电场力 Electric Force 当你的Charge Particle 是正的时候 进入我们的电场 我们电场是 从正到负 所以我画这边 我分开给你们看 什么叫做Electric 我们的Velocity Selector地方 所以你看这里 那这个话呢 我在第六章的时候 第六章 我上了很多哦 我讲的 Charge Particle 放到电场里面 Charge Particle 会得到力 这个力 就是Electric Force 对吗 同学 然后呢 这Charge Particle 它在我们的电场里面 是正的话 它的Force Direction 一定是跟我们电场的方向 是一样的 记得吗 我讲的 OK 那么接下去的话 我们再看磁场 那你的Charge Particle 进入你的磁场 那么我们的磁场的话 就是我们的Lorent Force 那我们的Lorent Force的话 我们的Lorent Force B乘上Q乘上V 这个BQV的话 B跟B是垂直的 那怎么知道垂直 你看我的V进去这里 然后呢 我的这个磁场是点 点是出来的 同学 他们是垂直的 所以我的Lorent Force 是BQV 那么我的Lorent Force 向哪里呢 好同学 Lorent Force的话 我们用左手是右手 同学 左手 对 左手 我们用左手 来我们试试看 左手 快点 左手 OK 你的First Finger Direction of Field 所以Field指向哪里 快点 指向白板呢 指向我的电脑 还是指向你的脸 快点 脸 脸 因为是点 点是出来 点是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接下去的话 你是Posive Charge 那Posive Charge 我这样打进去的 所以我的Second Finger 指向哪里 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还是右边 Second Finger 是不是指向右边 对不对 这是右边 那你的Thumb 你拿到哪个方向 Thumb 是向下 对不对 Thumb的话是向下 因为这个是 你得到的力 所以同学 你的Magnetic Force 这个方向 那变成是 这个Charge Particle 在这个里面 它受到两个力 1 这个力 2 这个力 那这个力 什么 Electric Force 这个Electric Force 怎么形成的 由电厂形成的 那这个Magnetic Force 是谁形成的 由磁场形成的 就是我们讲的Laurant Force 这两个Force equal 所以你的Charge Particle 在这里 Undeflect 所以这个 跟这个一样 所以这个公司来的 单元区 你的 这个是Q乘上E 这里是BQV 所以拿到 所以你考试 你说可以不可以 直接用这个公司 可以 但是问题是你要懂原理 要放题目一遍 你又不会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是Veloci Selector 是很特别的 我再说明一次 是Charge Particle Move into the region Where there is Electric Field and Magnetic Field 它才会这样 这个地方 有电厂跟磁场 这个地方只有磁场 没有电厂啊 好 这里的话 你直接算到了 因为这个E 它给你这个E 这是我们的电厂 这个V 那你算到Veloci来的 所以同学 这里的V 不是电压啊 所以我说的 我每次写公司话 我叫同学计划 我不要你计这个公司罢了 我要你标 这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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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懂啊 有的同学把公司背完了以后 在考试 到底这个是什么来的 你自己看看 这个V 哇 又是Voltage 又是Volume 又是Veloci 又是Speed 哇 那么多符号耶 所以我每个地方 我都会念出来 这个什么 这是一个Veloci 你不要被VV 然后你不懂是谁 这里的V是Veloci 所以你就可以算 OK 那这个叫做Veloci Selector 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的Veloci 就是这样子 OK 好 接下去的话 第二个部分 After passing through The velocity Selector The charge particle entered another Magnetic field 这个是Enter 这个这里是Enter 你要明白啊 看它的题目 那这个的话呢 是6.0Tesda Perpendicularly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 这边的磁场 所以你不要乱跟这里哦 这个是这里的磁场 这个的话呢 是在这个里面 这个的话是另外一个磁场 是6.0 所以你不要拿错这个啊 就是外加的另外一个磁场在这里 就是他讲的这句话 那它是垂直的啊 所以的话呢 是你的这里话呢 是变成是你的 你的Touch particle 的进去里面 它是垂直进去的 我讲的 你的这个 你的V的话呢 进去这个磁场 它是垂直的 意思是说 V跟你的磁场 是垂直的 前面我讲过啦 我们的那个Lauren Force 垂直的时候 你的Lauren Force 你直接可以用 BQV 我会跑来跑去的 我一定被这样子顺着 你不要说老师 我可不可以BQV啊 什么我没有的 我固定的 因为这样你们容易被公式 不要跳来跳去 你看我这个是 第一个呢 它进去垂直 所以呢 有一个像行李 做圆周运动 第二个是 我们的Lauren Force 是BQV 所以这两个是指向等 你看我没有直接跳到这里 因为我怕你们记得这个 我们记原理 这个是原理来的同学 只要它是垂直进去 它必须会做 圆周运动 那这圆周运动 就会有像行李 这是像行李的公式 这个是Lauren Force 公式 那R就可以找到 你们就把它代入就好了 那这个M是 你的Charge Particle的质量 题目有给达同学 因为时间不多了 这个 OK啊 好 时间不多了 我要求啊 是要帮个爱帮同学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答案 附上去在Google Classroom里面 我下个礼拜要看到 你们全部完成 我讨论过的东西 不要把它放成blank哦 你们老师要讨论到哪里 你们就要做到哪里 要不然的话 你们一直跟不上 可以吗同学 因为时间不多了 OK 然后呢 昨天我们也有开会了 同学 那么呢 同学注意一下 因为很多同学 好像都是老师在打招呼 有的同学的话呢 都会 send a message 给我 谢谢老师 你们哦 都没有grid老师的 都不会 都不会说 哎 老师找好像都是我 第一个 第二个test看 我们的这个网路 同学有没有反应 有没有听到 那有的同学 完全是没有进来的 OK 那我的 chart那边的话 我save呢 很多次 那你可以看到 有时候我会放慢下来 是因为我在 把我们的出学习力那边 又再copy一次 然后同学 我讲了 因为你们是高三 我希望你们是自律的 有的老师的话 五分钟后 就记同学旷课 我没有 因为我是相信 你们会大家 不相尊重大家 因为你们是高三 所以同学 你们是要考试的 所以你们要 take action without action no result 你明白吗 OK啊 好 你们这个部分 我要你们完成这边 然后我讲的 CT里面 印到三次 我已经放到进去了 所以的话 我讨论到哪里 你们就做到哪里 那选择题 你们可以去看 因为我这边的话呢 连选择题的话 我都有写答案了